字幕作评论 你知道这里有人了,你叫他走多几步路 不要了不如答Grab 最后请你去 我从香港说行走很近 这个近十几二十分钟 其实是太近 我们是 你帮我找那些一千尺 最好是四房 旧我告诉你是没有 是,本来不人道 根本不人道 最便宜的是一年学费 可能是一万元 两万元 马币 马币 最便宜 香港是过几月的费用 Hello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我要做访问这个环节 近来很多人都问一些移居的问题 今天很欢迎请了我的朋友 跟大家去讲一讲 叫小张 今天特别会讲大马那边的消息 小张欢迎你 跟大家先设个Hi 大家好 我是小张 现在去吉伦波 现在去吉伦波 当然我连去看楼 吃只鸡也没有机会了 暂时 但是大家都在问很大量的问题 因为你申请的一些Document 或者你看楼花这些 其实就不需要亲身去 可以先无逢去做一些研究 小张就是我的朋友 你听我这么耐向 其实听我的语气 你就会知道小张和嘉宾 认识了很久 我现在去马来西亚 去吉伦波 他也有司机车出车入 有介绍一下不同的东西 很多东西我都在身上学习的 不如今天就麻烦小张了 可能解答一下 一些我草落 关于一些朋友粉丝去问的问题 好吗 那就麻烦你了 首先我们听到有个program 真是去到大马 其实可不可以移民去大马 例如我们香港人 移民 并不是移居 其实是不可以移民的 所以早期很多香港朋友 都不解了 就说我拿一个MM2H移民 这样就不可以的 移民就是 其实你放弃了你香港的护照 那意乖就这样 你还是拿着你香港的护照 那马来西亚政府 就给了你一个十年的visa 我们就叫做MM2H My Malaysia Second Home 就叫做大马来西亚月亭 对了 MM2H 所以这个program 多数就不想自己 喪失了自己的香港的护照 所以多数的香港人 其实都是会选 MM2H的program 就是去移居 就是住在那里 那让你住多久 以及可不可以工作 其实跟着的条例 你是过来退休 说了第二个家 其实是不可以做工的 OK 但是他没有阻止你 比如说你开一间公司 做生意 但是最重要是 你不能有收入入息 就OK了 就是个人上面 不能有收入 对了 就是你可以开公司创业 你可以开一间公司做consultant 对吗 对了 就是很多这些 但是真是层出不穷 这些很少的事 就是很多的港人 去到马来西亚去住的话 特别是因为消费 我都教过几个教学 其实香港赚的钱 去马来西亚去洗都不错 你不要去马来西亚去买一个MacBook 一样这么贵 买一个iPhone一样这么贵 但是那里消费都不错 但是大家就不要误会可以去工作 而且是十年要续一续期 对吗 对了 你做生意来说 其实是一个很grey的area 你也可以拿公司的profit dividend 其实都是一个日式 最重要是你不要付费入 是这个income就可以了 如果我现在又透过去申请 其实大概多少钱和多久 是否很贵的呢 现在以香港市价 一说大家申请 贵就是两百元降低的 其实早期很多人去申请 差不多六至九个月 才可以批出来的 所以很多早期 很多香港人就会说 稍后先吧 但是稍后 你看现在这个疫情有lock down了 可能会远远一点 因为三个月 在三个月里面 很多政府部门 office都关闭了 变成个过程 可能会拉长多一两个月 所以可能之后一堆application 或者现在一堆application 在冲进去 可不可以在线上做的吗 即是online做的吗 其实现在都是已经一堆application 所以很多香港朋友 我们就提议 因为有几个文件 你需要去准备 这些都可能在一至两个月的时间 如果有控制香港的话 应该先在香港准备 其中一个文件就是梁文证 这个梁文证 你要给我们申请了 应该申请了 然后填个表 这个我们会出一封信 这封信就要去到湾仔总部 警察局的总部 去拿这个梁文证 他出这个梁文证给你 都可以一个月的时间 你想一想 已经浪费了一个月的时间了 在那个时间阶段 你还要去拿这个 总值的证明书 就是你的employment 对不对 还要去拿这个流动资金证明 还要拿你的入息证明 还要做个检查 你救得来 其实都是一两个月的了 我们这里一向都是 先看了文件 到这个文件 是符合到政府的条例 加上我们是有信心 我们就会用日子的了 不好意思 那整个流程贵不贵呢? 两万元港币 那不是很贵的 可以住10年 那我可以去当地 可以照看医生 还是有没有优惠 还是本身大马亚的国民 都会便宜一些 还是有什么限制 变成没有限制? 其实你没有限制 你就像一个马来西亚人一样 你可以去政府医院看医生 但是当然了 当地的华人就很少去政府医院 大多数都是去私人医院 是的 多是去市家医院 但是政府医院都已经可以了 这个MM2H也挺能力的 是的 除了这件事 你还可以 像我们当地的马来西亚人 你可以看款 可以看白色 因为外国人普通来说 没有MM2H 你只能看到五成 是的,五成 我以前认为七成 怎料得派到五成 那也挺好的 不过就是一些 真是很深入的福利 譬如对于马拉人的福利就没有了 是的 当然跟着外国人的条件 你买楼低Ener要100万 不是说你拿到大二街 你就可以买那些便宜楼 但那些都是不行的 始终都会保护当地的人 那些意义的条件 是的 那些楼本身都买不到的了 都是很难买的了 很烦的了 其实现在我们那几个区 是外国人最喜欢的那几个区 所以狠狠地多100万 是的 很少以外国人的 是的 100万马币都是200万港币 你还要买那些几十万港币的那些 那怎么升呢 就是不知道 不是用来投资了 那我们说投资之前 我一说 港人通常会去什么区 例如我有沙巴简 我有宾城 有KL 通常港人喜欢住哪里 还有为什么呢 我们收到最多的enquiries 其实一定是德林波和宾城 越紧、宾城那些多了都是有年纪的 因为真的是退休的 很慢 如果你去KL觉得很慢 你去宾城时觉得停了的时间 很慢的那些人 很慢的 是的 那些人真的 因为退休的很悠闲 是的 还有到处都海 是的 又海又山 多漂亮的 挺漂亮的 挺舒服的 那求生一些就会跟加林波 当然也是城市的 仕性 在加林波 我们主推几个区 第一很多香港人就喜欢 满家陆区 你都是住在满家陆区 对了 因为那里是国际河多 另外一个区 例如说接谷区 桑沙 那里就方便 有地贴钱 因为整个满家陆区 是没有地贴站的 或者是高端一些的,就像香港灌山区那些 他就会选择白沙罗高远,Damon Sara Heights 因为Damon Sara Heights的尺,现在走到1500元一尺 满家洛是一半价,只是800元一尺 为什么呢?因为是否真的没有地铁呢? 因为国际学校最多都是在Montillara的,不是Damon Sara的 那也不是,这个Montillara我都当是一个新的区 如果你拿来比Damon Sara Heights,它都是成20年发展 最早期是190元一尺而已,我知道你听到你的问题 几百元港币一尺,300元 对了,190元一尺,以现在去到800-900元一尺 其实都蛮OK的了,那时候是什么时候? 那时候差不多是20年前 20年前,对了,也有几倍 不过马来西亚的楼很平均地升升 其实平均每一年,我记得它都是升5-6% 对了,差不多 这过去二十多年都是这样 其实过去那边,说真的,也有多少人是真的踏斜的 通常是不是十个、九个都是开车的 或者是参加车的 其实这里很多香港朋友名利过之前 就很担心一定要什么地铁上盖 因为黑暴路一定要到地铁站 到他住了狼里,我跟你说十位朋友 十位都坐地铁 都出部车的了,方便,不用麻烦 车路又送的,停车上又便宜 除非有很特殊的情况 比如说,你真的做高 你在KLCC那里,你贪方便 或者是有些区域真的找不到车位 你便坐地铁 或者是小朋友 包括我自己的小朋友 他都宁愿坐GRAP那过坐地铁 因为GRAP也很便宜 坐地铁又和我们觉得比较慢 有可能落后一些,坐车又快一些 就算塞车,起码我都在车里面 是的,因为我们一个地铁站 和另外一个地铁站 离开要多一点远 没有这样方便 你知道这里的人 你要走多几步路 不要了,不如坐GRAP 所以香港人是很勤励的 因为真的地方很小 但真的走惯了路 其实到澳洲、加拿大、马来西亚 英国都是不会走的 一跳是上车的 除了伦敦那些 真的可能要乘坐车 要不然迫到来,真的会驾车的 是的,至少我们在香港 香港朋友说走很近 这个近是十多二十分钟 其实是叫近 我们是的 没错 没错 如果你觉得要住 你会宁愿选这个 建议我们去住在双子塔 还是双子塔外围的几个地方 例如刚才说的Molkiara和Demassara 或者再远一点 你会建议住的人 带回家人 不如有小孩和小孩 你觉得住在哪里更好 第一,大家明白 就是整个加拿大城 是二百四十三平坑 它不大 是的 所以我们坐下 就是八个很适合的区 那么很多时候 香港朋友去不理解 就说我想住在市中心 但是我们当地人 很少要住在市中心 是的 没有住在市中心 是的 因为这里你看 狠狠地 一个单身的 你可能会住一个六百尺 至一个一千尺的灯位 你很少找到三四百尺 没有那些灯位 他们是酒店房 厨房也分两个 是的 有少少家庭 一两个小朋友 可能就会住一个 一千尺到千八尺 是正常的 是正常的 两房至三房 那么最大的家庭 就可能有去到千八尺 以上去到可能三千尺 都是很普通的 很多人来到 他们就说小章 你帮我找到那些一千尺 最好是四房 狠狠跟你说是没有 是的 根本不人道 没有 有正常跟你说 二千尺行不行 这么大 不需要这么大 但是你可以四房 它就去到二千尺 是的 其实你计算的数是很便宜的 因为你香港二千尺就豪宅 马南山二千尺不是的 所以为何自主呢 我就会提议 不是在市中心 因为那个尺价 现在在KLCC 现在行二千五百一尺 你自己想 一个四百尺 都可以一百万万块了 是吧 如果你拿到一百万万块 你去到满加乐区 你就可以住一间一千八百尺 是呀 周边的环境又没有这么急 你明白吗 这么迫 你市中心是开车都没用 你只是 点A到点B 是要很久的 是要非常之久的 而且很急 而且要走 全部没有什么 走距离 而且你去 又不是打工 你不是去吉伦波市中心做事 你在外围 有子女有学校 其实肯定是 Montiara和Demansara 都是两个区 是的 这个区另外 有很多国际学校 这些国际学校 真的很大间 你也看过 好像Garden 整个草原区 我老婆真的很喜欢 很大的 如果在市中心 没有可能有这么大幅地 那个地已经新早用来 又踢球 又游泳 游泳 游泳池 游泳池 所以这些一定在吉伦波周边 你才找得到 而那个学校 就开始发展 这些住宅 我代我老婆 或者有些洗女的问一问 通常国际学校多少钱 一年 看 现在整个 我们叫Plan Valley Plan Valley 是吉伦波 包括了Peter Ling 以及之前我带你看那个豪宅 PJ 对 PJ 大大小小 有七十斤国际学校 那么多 原来 七十斤国际学校 那么最便宜的是一年学费 可能是一万元 200元 200元 马币 对 香港是过几月的费用 那么贵的那些 Garden那些呢 对 它就没有设施 可能没有荣池 没有这些设施 真的很便宜 那么它可以去到一年是15万 15万马币 马币 对 很高级的了 最高级的了 很高级的了 那些还可以小朋友 小朋友 骑马 打Polo 骑马 打Polo 这些我们真的看起来才有的 所以有学校是这样的 这样的及数 其实差不多了 如果最贵的那间 只是跟我的老婆 教幼稚园的学费 一年学费差不多 但是在马拉乡 最高级最高级的 Tropicana 我经常都说 你自己在那里附近住 那么那里有什么特别呢 会不会住在Tropicana 你觉得 Tropicana 其实已经进入了另外一个州 叫做Selan Oa州 再远一点 Selan Oa州 就是 远也不是远很多 但是 那个规例就是 一定要买200万马币以上 哦 在吉林波是100万 那么我们叫入场费 入场费 在吉林波 最重要是你不要离去吉林波 就是100万 你一离去吉林波 我这个州 BJ 就可以200万 所以那些是豪宅区 那些 或者你选得不到 可能那些人会选择宾城 反过来 那么宾城 因为它都是100万 奔城有分 第一个是岛 Penang Island 另外一个是Mainland 如果你在岛 最少是100万 但是近期 政府刚刚 上个星期 刚刚宣布了 现在可以买80万 跌了百分之百 是的 如果你在Mainland 你不是在岛 入场是50万 但是现在又跌了20% 就变40万 其实不止这个门槛降低 其实会不会有些 我们在M2H 我们每天有机会 大家留下留言 我和小张再说到 我们一两集 关于M2H的文件 时间 那我们可以说说 投资先 那刚才说到 譬如我们 不单止这个疫情 其实可能是 全球都有一个影响 那这些门槛会降低 现在的盘 譬如我找开的那些盘 在吉林波 有没有跌了价 还是正在升 还是价硬 现在 其实很多盘 都是价硬 没有跌 好像早期我们介绍 那几个盘 是相似的周边 那些 那些就不休做 那些 那些很硬 因为可能 早期我们介绍 那些盘 第一我们的条件 一定是 强的发展商 上市公司的发展商 强的地点 设计 所以那些盘 其实 有没有这个疫情 销售都可以 没有来很大的影响 其实之后 可以再和观众再说 找得很辛苦 和小章一起 基本上 你的地点漂亮 那些又未开盘 又串 之后才 我可以开了 又不让拍照 又不让摄影 那个办公室又转来转去 其实就 有一个投资价值 所以投资就有什么范围 地区是不同呢 就是投资 可不可以投资回双子塔呢 其实 现在以投资性 其实很多 香港朋友来到 一定是三个区的 他想去这三个区 第一 他就说一定是双子塔 周边 第二 就是普及便登 就像你们尖沙咀 那样 这个是旅游的区 第三 现在近期就是 金融中心 TRX 就像你们的 金三光 对 所以大多数来到都会去找这三个区 但是近期我就加了一个新的区 叫做马努里区 这个项目 很多当地人会去买 但是他离开这个金融中心TRX 车程不到8分钟 所以他的租金回报和公主率 其实很低 这个租金回报很高 有时候这些区 是要用来当地人去炒出来 和发展商商谈 才带他去香港 介绍给我们香港朋友 明白 所以我们通常 门栏就知道大概多少钱 但是通常租金回报 这几个区域 有些什么 例如Montillara 双智塔的金三角 大概有多少厘的回报 和空置率高不高 如果你说 好像Montillara 和Bansha South 其实Bansha South的空置率 是非常低 因为它本身是一个混合 在那里每一天有7万人会上班 那里我自己也有一两个单位 你一放出来不到14天里 你就做出来 因为那里很多人上班 很多咖啡店 很多金融上班 年轻的人士都有 对了 因为那个区 其实就是一个IT区 高科技区 阿里巴巴的总部都在那里 就是阿里巴巴进入了的时候 突然间 demand多很多 对吧 很多人 对了 那么Montillara 那个区 其实它好是什么 因为它有850人是外国人 OK 那么外国一来到 如果它还未卖楼 它就一定会租住Montillara 所以变得空置率都很低 那么Daman Sour Heights 这些就可以了 因为有些单位 我介绍你这个项目 你可能真是可以拍到的 最小的单位是2600尺 去到4000尺 是 想知道你说 不知2000尺一房 还是什么 那单位买来自然 有没有所谓 租有时很难租 是很难 就令到空置高一点 但是不是等于这个区不好 所以我们要看回 究竟我们租给人的投资 在投资角度 租给人是租给哪个 譬如你租给单身的人 他多数可能expect 去双子塔附近上班 对不对 刚才是金三角那些 或者他可能有时候去新加坡 金三角都有高铁去驳驳 就是在建那条高铁 如果你是租给一个外籍人 或者expect 但是他带着小孩子 他又不可能成家小孩子 住在双子塔附近 上学就送他出来去Montillera 不合理 所以 所以 翌日高铁是建近 你刚才那四个范围 金三角加一新的地方 他近些哪里 即是谁最落成最近 他是近金融中心 TRX 他是在南部 最落多少 OK 南部 所以 今年应该会有好消息 政府会宣布的好消息 就是这个 我们叫大马城 这个大马城 OK 这个也是一个十年计划 要建高铁去到新加坡 为什麽呢 近期我就推这个Maluri 这个Maluri 刚刚就是在TRX金融中心 和这个大马城的中间 意思是说 现在我们是借着TRX OK 他今年就已经有几部办公室 HCC维峰的总部 当地一个Affin Bank的银行总部 全部会落成的了 落成就开始进入 人家进入的了 上班的了 这些人就想租 但他不一定租到 有能力租KLCC 或者是布基边单区的 因为那些是2000元一呎 2000元一个单位 可能是8000元一个月的 大多数就会租这个Maluri区 所以这个Maluri区的空置率非常之低 因为一个两房 1000尺的单位 只需要5000元一个月 OK 我们就有升到6厘的一部 所以大家都可以留言再说 因为我和小章都不是这么吹 我和他都真的看到这项目 我们自己投资的 如果你再看看小章 很多项目自己私人都投资的 所以如果你普手一点 看回旧色的那些 好像我之前和小章去说 我包括自己买了 就是双子塔旁边 因为双子塔旁边 现在双子塔旁边有另外一条线 大家不要问 因为那是旧的一条线 现在双子塔的东边 在建这个MRT2号线 这个站 其实一二三 三个站就到了快马城 是 所以翌日就是来往其他的地方 可能中国说的一带一路 去新加坡 可能会再顺一点 都是一个概念 所以其实很简单 就是现在现成入场多少 投资汇报多少 其实你能否知道Mortgage 其实我只关注这几件事 我当中最关注的是 有没有人租 有人租 游戏玩法就容易很多 是吧 所以这一集大概是这么多 希望我们趁这个疫情 又收到一些 笋东西 一些便宜东西 但如果大家想再透过小章 用他的方式去说 移居方面 手续 文件 或者投资角度 自住角度 其实我想我们可以开到 四集至到六集 去跟大家讲解一下 关于大马这个地方 我自己也有投资 小章更加有投资的地方 对吧 今天麻烦小章上来 大家可以给个赞 分享和留言 今天多谢小章 接受这个访问 有什么问题 也可以在留言 我便问小章 好吗 今天多谢你 好 谢谢大家 下次见 拜拜 拜拜 还未订阅富翁电视MTTV 快点订阅 上次因为疫情第一次举办的 集体环球免费 线常分享会 等一万个朋友报名 可惜截止之后 再没有位置了 今次在我银盘朗口 回加拿大准退休之前 有位置可以加开多一场 但上次的伺服器的费用非常高昂 今次座位真的有限 快点在下面报名 到时7月18日会一次过 跟大家说完 入行十几年的投资系统 告诉你 投资根本从来都不是大学专利 你准备好未 7月18日 叫朋友一起来 Jasper的旗汇商品免费分享会 7月2日灰犀牛煞道 是什么东东呢 如何部署呢 大家记住准时到下面报名 喂 大家 我们招聘了 需要战友一起去打仗 有三个崗位 大家可以考虑一下 第一 Sales Executive 主要就是联络同学 做confirm call的动作 提他来 如果来不到的时候 记住腾空回位置 等等的动作 基本的customer service和联络 第二个崗位 Social Media Editor 会监管控制整个影片 上架的流程 或者和嘉宾的联络 你也会学到很多 我们营运Social Media的大秘密 第三个 Junior Video Editor 你会负责剪辑影片 你中间也会透过师兄 学到很多Animation技巧 2020年市场比较波动 我们继续有不同的免费分享会 给大家学习 最近我们分享会比较爆 有兴趣的快点在下面连结报名吧 还未订阅富翁电视MT TV 快点去订阅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